我們台灣非常驕傲的華人第一個巨蛋開幕 非常榮幸的能邀請王志仁先生 特別來為我們駕駛參加這個開幕儀式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三十年前我們中華職棒開發的時候 也是請我們王志仁先生來為我們做單日第一個開球打者 這是歷史上的時刻 再次感謝王志仁先生 我想大家都知道王志仁先生 我們一向對台灣的棒球非常地關心 人在日本 時時各課 透過很多朋友 台灣的棒球朋友 和王志仁先生 他到現在呢 雖然出生在日本 在日本念書 然後加入職棒 生活在日本 可是到今天為止 他拿的國籍還是中華民國 這讓非常多人感動 更重要的就是 他不只是一位優秀的運動員 他更是一位有影響力的 對日本社會 對日本社會 對台灣有極大貢獻的 偉大的運動家 在我心目中的偉大的運動家 就是對國家 對社會有影響 給予正面的能量 給予很多的小孩子 年輕人 很多好的指導 很多好的建議 包括我自己本人 我十三歲就去日本留學 十七歲認識王真志 因為我的父母的關係 王真志時常跟我說 人就是在低潮的時候 辛苦打不到球的時候 要好好的檢討自己 王真志先生 自己也走過職業的低潮 也是透過他的恩師 他的打擊教練的指導 每天苦練 不斷的練 從來沒有放棄 所以我在這裡呢 我想要傳授王真志先生的精神 給我們中華隊 我們的中華隊 也是我們台灣的驕傲 可是你們在職業生涯上 一定會碰到低潮 那王真志先生給我最好的 人生的建議就是 永不放棄 在低潮的時候 就是要苦練磨練自己 最好的時候 找好的老師 每天不斷的練習 一直到突破為止 王真志先生 也是這樣一路走來 最後他成功了 也變成了全力打王 他的輝煌紀錄 868 868 868 是全力打 是世界紀錄 這是我們華人的驕傲 我 再次 感謝我們王真志先生 八十幾歲 跟我母親是同樣的年紀 能特別為台灣那個巨蛋 這個遠道而來 當初我本來是有點擔心 他要來 不曉得他的身體可不可以符合 更感謝郭醫師跟他的夫人 陪同 跟王真志先生一起來 我們就放心了 不忘了 我在機場去接王真志先生的時候 我發現他走得比我快 我就放心了 所以我在這裡呢 還是感謝郭醫師 陪同王真志先生 特別來 最後祝各位 身體健康 希望我們中華隊呢 能為我們國家爭取最高榮譽 大家好好加油 尤其明天這一場很重要 不能輸給韓國人 OK 加油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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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風 梅